歌手吳亦凡于去年被网红独美竹爆出 诱拐少女,涉及九大罪状 随后因涉嫌强健而遭到警方逮捕 日前她的一审判决结果出炉 被判有期徒刑13年 经营了一位网友自称是吳亦凡的御友 爆料表示,吳亦凡在狱中并没有停止创作 还给另一位御友写了一首词 称明年那位御友出狱,歌就能问世 不过因狱中的性质条件差 吳亦凡的脸部浮肿,身体却很消瘦 此外吳亦凡似乎获得特殊待狱 身旁还有两个人帮忙照顾生活起居 她在狱中因表现不错 升级成为班长管理部分狱友 该名网友也透露吳亦凡在狱中过得挺好 但两人不被允许交流 因此不了解对方的精神状况 对此有网友爆料称 吳亦凡因非本地国籍 带的区域不同 待遇或许也不会太差 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